疫情风楼 我被困在前任的小舅舅家 后来 我俩被渣男前任堵住 他一脸惊悚 你 你跟小舅舅什么关系 我还住富裕的窄妖 叫小舅妈 我生日这天 男朋友跟我舅妈忘情地抱在一起 彼时 我跟我爸就站在房门口 我这才知道 原来他俩是旧情人 可乐 你听我解释 你别碰我啊 我冷冷扫了眼梁旭的手 我这人生起气来 连自己都砍 梁旭吓得缩回手去 我抄都朝楼下走去 身后 梁旭还想跟我爸解释 我爸同款语气 我闺女脾气遗传了我 一个小时后 我爸第一次带我来酒吧 我喝得烂醉 并且扬言 别让我看见他舅舅 我爸也醉得七七八八 他舅舅怎么惹你了 我掐腰 凶巴巴道 他舅情人做我舅妈 我也要做他舅妈 我恶心死他 隐隐约约 觉得路过的男人余光扫了我一眼 我回眸看过去的时候 只看到了男人挺拔的背影 一身西装衬的整个人星光异异 是跟梁旭那种小弟弟完全不同的成熟类型 我跟我爸碰了酒瓶 醉酒后的话 没往心里去 我喝多了 想去洗手间 我爸把我送到洗手间门口 醉熏熏的跟我说 老爸在外面等你 我发誓 我当时真不知道 我爸是把我送进了男洗手间 这个爸爸 不能要了 我晕晕乎乎的摸进去 一下子就撞到了人 对不起 我往前摸索隔间的门板 后衣领被一只手勾住 对方已用力叫我拉了回去 小朋友 你走错洗手间了 我抬头 眼前的人影 半天才重叠成一个完整的 男人 男人不动声色的拉上拉链 视线往我脸上低下来 大半夜 跟一个老男人在这里喝酒 梁旭知道吗 声音低沉悦耳 听得人酥酥麻麻的 这张脸也太优越了 棱角分明 五官堪称绝美 等等 梁旭 我醉眼惺忪的看他 你认识那王八蛋 男人凤某浅咪 嗯 我警惕地瞄着他 上下打量了一番 三十岁左右 一身西装价格不菲 全身透着一股雍容华贵的味道 梁旭 朋友 亲戚 我没见过 你是谁 不知道我是谁 他低头过来 像看一只猎物似的 没笑却荡漾人心 那还大言不惭要做我老婆 我一惑道 遇上流氓了 我还是赶紧上完厕所走人吧 女洗手间在隔壁 哦 我跌跌撞撞撞的跑向了隔壁洗手间 等我方便玩出来 他还在 他环壁 移在外面的墙壁上 余光淡淡扫了过来 走吧 送你回家 我跟你又不认识 我警惕地往后退了退 你有没有看到 刚才等在这里的那个人 没看到 那 我那心大的老爸呢 不过 你什么时候 背着梁旭跟老男人混一起了 又说到梁旭 我狐疑地问他 你到底什么人 男人起身走到我面前 压迫感十足 他低腻着我说 我是梁旭他小 舅 舅 你 梁旭的小舅舅 梁旭今年二十 眼前的男人看起来也就三十左右 我是听梁旭说过 他自小父母双亡 一直跟着舅舅富裕生活 可他没说他舅舅这么年轻啊 我想起刚才他那句 那还大言不惭 要做我老婆 脸刷的一下 红了个彻底 救命 我好像射死了 不过 好像做梁旭他舅妈这个想法 还挺有 微趣 显 据我所知 富裕没有结婚 好像目前也没有女朋友 跟着他出了酒吧 我被冷风吹得一哆嗦 肩上 突然落了一件西装 我身体一僵 富裕漫不经心说 披着吧 晚上冷 体贴 梁旭从来不会做这些温暖的举动 我缓缓裹紧西装 闻到淡淡的烟草味 上面还残留着男人的体温 上头 富裕拉开副驾驶的门 眼神示意我上车 我跌跌撞撞走过去的时候 脚下一挨 人已经在富裕怀里了 则 八块腹肌 我的手摸到了不该摸的 不小心就说出来了 富裕察觉到我的不安分 眼底会莫如深 你在摸哪儿 酒还没醒 跟梁旭在一起几个月 我一直以为他是纯情小学弟 连摸下手都怕玷污了他 更别说什么八块腹肌了 我又想起他跟我舅妈抱一起的画面了 我吐了 嗨 吐在了富裕干净的白衬衫上 男人的身体明显僵了一下 我愧疚地道歉 对不起 富裕凝着脸 低眸盯着胸前那一滩污渍 许久无言 他现在是不是想弄死我 小朋友 我叫夏可乐 夏可乐 干 干嘛 富裕缓缓嘘出一口气 视线阴阴地注视着我 以后这酒 就别喝了 我爸都不管我 你管我 我小声嘟嚷 除了我爸 只有我男朋友能管我 富裕瞇了瞇视线 那 我让梁旭管管你 我跟他已经分手了 吵架了 他出轨 我舅妈 富裕眉间微微动了动 似乎了然了目前的状况 他余光不偏不倚地逆着我 所以 想做梁旭他小舅妈 我被拆穿了心思 尴尬地放不好表情 只好故作猖狂地抬了下巴 你别管什么原因 反正我要追你 为了表决心 我趁着富裕不注意 踮起脚尖在他下巴处狠狠亲了一口 还发出了响亮的一声 波 富裕眸心紧了紧 骨节分明的手指碰了碰 那处印记 他周身陷在黑暗里 危险的气息铺天盖地 他不喜欢 富裕看我 语气淡淡 那你追追看 啊 这是给了我希望 我当然不服输 挺了挺凶 追就追 富裕好像是笑了一下 又好像没有 他腻了我一眼 用高冷而又不可泄毒的语气道 下次想抢吻一个男人的时候 别用刚吐过的嘴 他这是 教我做事 不对 他是在嫌弃我的嘴 下次我会注意的 还有 亲男人下巴是什么行为 像我这种老男人 不喜欢太素的 好的 我拿小本本记下了 我好奇发问 大叔 像你这样一把年纪的男人 应该经验特别丰富吧 一把年纪 他的语气有微妙的不悦 这是介意 可他刚才也称自己是老男人 我灵机一动 彩虹屁张嘴就来 像你这种年纪的男人 是多少女孩的梦想啊 成熟稳重 英俊帅气 有钱又体贴 经验丰富 体验感好 我 在 说 什么 富裕嘴角清扯 可能要让你失望了 因为年纪轻轻 就带着个拖油瓶 所以 一直找不到对象 经验只限于理论知识 和自我实践 拖油瓶 莫不是指良序 我没心没肺的咧嘴笑 那我们可以共同进步 富裕看了我一眼 这一眼还挺久的 眼神很深 有点难懂 他让我上车送我回家 路上我问他要微信 他没回应 只是漫不经心地看着路况 我悄悄摸到 他放在储物格里的手机 见他没阻止 那就是默许了 密码多少 我小心意问 四个一 他淡淡回 这密码也太随便了 我扫了他的二维码 通过 他把我送到家门口就走了 连句再见都没跟我说 挫败感惜上心头 我给他发了条微信 大叔 你是不是一次恋爱都没谈过 他居然给我回了 何来 此言 我 告别吻不知道吗 富裕 等你追到我再说 哼 看我到时候不把你的嘴亲烂 我收起手机 蹦蹦跳跳地回家 我爸已经在楼下沙发上躺着了 听家里阿姨良姨说 她自己打车回来的 爸 你是不是把什么重要东西落酒吧了 没过两天 我看到群里的消息 又有疫情了 李小薇接连几个微信炸过来 可乐 你看到没 延迟返校 听说前几天那个无症状的确诊了 形成全交代了 好家伙 人群密集的地方 那是逛了一个遍啊 新一轮防疫又要开始了 我赶紧冲下楼 把这个消息告诉梁姨 梁姨 家里多顿点吃的吧 又有疫情了 行 我现在就去菜市场 梁姨着急忙慌地取了购物袋准备出门 我想了想 抬腿跟过去 梁姨 我也去 你去菜市场 你长这么大 从来不去菜市场的 梁姨满脸不可思议 我神秘兮兮地笑 当然是有目的的 富裕那个大男人 肯定想不到这些 这种时候 我拎着一袋蔬菜献殷勤 那不比什么都好使 瞧 贤妻良母的典范 买完菜 我给富裕发了一条语音 大叔 又有疫情了 你家里没囤吃的吧 我买了些蔬菜 给你送过去呀 都半个多小时了 富裕才给我回过来 也是语音 地址我发你 顺路给我买点感冒药 声音不太对啊 而且还夹杂着几声咳嗽 我担心地把语音打过去 你怎么了 感冒了 富裕嗓子都哑了 嗯 发烧 头疼 嗓子疼 还咳嗽 这 这说清了是感冒 说中了 那可能是新冠啊 你要不要去医院呀 不用 可能是前两天受凉了 前两天 我记得那晚 他把西装外套 披我身上了 该不会是那时候 受得凉 顿时 心里无比内疚 那你等着 我现在就过去 我挂断语音 就赶紧去药店买药 可现在 已经不让买感冒药了 这可怎么办 先去看看 大叔情况如何吧 我按照他发的地址 找到了一个高档小区 上了十楼 按了门铃好久 都没人开门 该不会 已经没了吧 我心里一慌 门铃按得更勤了 五分钟左右 门开了 富裕病灰灰的 依附在门框上 来了 你在家怎么不快点开门 我还以为 话到嘴边 我又咽了回去 呸呸呸 不吉利 你看我现在这样 快得起来吗 富裕嘴角一抹 若有似无的笑 握拳底在下唇 轻轻咳了声 又将视线定定落在我眸间 我要的东西呢 我没买到感冒药 我拎着一大包蔬菜进去 担忧地看着他说 要不然我们去医院吧 做一个核酸检测先 我的话音刚落 又有人按门铃 富裕眉心皱了皱 拖着沉重的步伐 又去开门 门口站着三个穿着防护服的工作人员 富裕先生是吗 咱们小区出现了三里一四病例 现在所有人都要做核酸检测 麻烦配合一下 另一个工作人员发现他脸色不对 富先生你是不是发烧了 我的天 这烫得吓人啊 富先生 现在为您采集核酸 因为你情况特殊 我们会立刻上报存档 还请您耐心等待检测结果 这期间希望你居家隔离 不要与外人接触 这工作人员往里面看了我一眼 问道 里面这位是你对象吗 我 我不是每个人都要做核酸检测哦 麻烦配合一下 我真的是遵纪守法的好市民 我嘴巴张着还没说完话 工作人员已经把棉签捅我嗓子眼里了 这效率真绝了 工作人员 家里还有其他人吗 富裕 没有 工作人员 这位小姐 麻烦你登记一下详细资料 我急忙插上一句话 我不是住这里的 工作人员 甭管你住不住这里 现在小区疯掉了 只进不出 你只能留在这里隔离 工作人员登记完我的资料 交代了一些注意事项 风风火火的来 风风火火的去了 虽然我扬言要追富裕 可我没想到人还没追到 就要跟他同居了 是 是他们让我住下来的 好怕他觉得我死皮赖脸啊 女子爱色 取之有道 那就住下吧 富裕鼻音很重 转身疲惫的又要上楼去 我摸不清 他是不是觉得不方便 急跟了几步朝着他背影喊道 我不会白住的 你现在是病人 我正好可以照顾你 富裕脚步骤停 站在高处 余光带有几分 怀疑的色彩 你照顾我 嗯嗯 我狠狠点头 眼里散发着自信的光芒 既来之 则安之 我向老爸说明了情况 但没说我是被困在 梁旭他小舅舅这里了 我爸要是知道 我真打梁旭他舅舅的主意 还要跟一个老男人 共处一室至少七天 估计能气半死 况且 这小区还不知道 到什么时候能解封 富裕回房后就没再出来过 我被他安排在隔壁客房 眼看天色渐黑 我肚子饿了 也不知道富裕今天吃饭没有 现在不就是好好表现的时候了吗 我决定大展厨艺 于是下楼去厨房折腾去了 说实话 每样蔬菜我都认识 每个调味料我也都熟 可把它们混在一个锅里 嗯 看着就像一坨虾 快饿死了 我扒拉着冰箱里的食物 找了一根黄瓜出来 洗洗干净 一口一个嘎笑脆 富裕应该是被我 噼里啪啦的动静引来的 在看到一厨房的狼鸡时 这就是你说的 照顾我 富裕即使戴着口罩 我都能从他那双心松的眼眸中 看出浓浓的嫌弃 他把袖子随意卷起两者 开始有条不紊的收拾 我默默地啃着黄瓜 心想 贤妻良母这个人设算是崩了 不过 男人骨节分明的手 做着家务也太好看了 袖口隐隐约约 能看见他精壮的小臂 再配合着他偶尔两声的低嗨 简直要命的性感 我对会做饭的男人 没有抵抗力 富裕大略收拾了一番 开始做菜 没十几分钟 两盘家常小炒就新鲜出锅了 色香味俱全 下次再饿了 记得告诉我 富裕一口都没吃 拖着疲累的身子 又上楼去了 也不知是不是我心虚作祟 发现他好像病得更重了呢 我在这里不仅没帮上忙 还要他一个病人伺候我 心里过意不去 你不吃一点吗 嗓子疼 咽不下 没胃口 好吧 那你好好休息 有事叫我啊 这一顿 我吃得格外满足 但想到富裕 总觉得不做点什么 会被天打雷劈的 于是我向我爸学习了煮冰糖雪梨 我妈死得早 小时候都是我爸一手把我拉扯大的 他又要工作赚钱 又要照顾我 虽然吧 没把我照顾得多好 但他自己开了一个小公司 赚了不少钱 梁姨就是他请来照顾我的阿姨 在我家待了有十年了吧 可乐 你咳嗽了 嗓子疼 有没有发烧啊 我爸担心地问个不停 我急忙解释 不是我 是 是我朋友 哦哦 我爸缓了一口气 又突然绷紧神经 那也不行啊 这玩意儿传染性可强了 不行 我得去把你接回来 爸 都封楼了 你怎么接 人家不让 而且核酸都做过了 估计明天就出结果了 到时候要是有什么都不用你来接 医院的车直接开到小区楼下 可 老爸不放心 哎 你不用担心 他就是受凉了 真的 对了 咱家里有没有感冒腰啊 帮我送点倒是可以 我爸说他找找 我突然想起 问他 舅舅他怎么样了 不用担心他 知道那时候 他当时就跟沐妍把婚礼了 也是 舅舅一直都是雷厉风行的性子 那就好 我把电话挂断 李小薇发来好几条微信 可乐 你跟梁旭怎么回事 现在到处都在传他跟你小舅妈在一起了 你自己去看吧 那些评论简直不堪入目 我看到了 评论都在嘲笑我 我装作不在意 一派轻松的给李小薇回了一条 垃圾就让他待在垃圾桶里吧 我懒得再剪出来说 李小薇发了一个摸摸头的表情包 也把话题岔开了 对了 明天开始上网课 群里面你看到了吧 上网课 那不得有电脑 我起身去厨房煮冰糖雪梨 幸好买菜的时候有仙剑之名 担心万一有个感冒咳嗽的 买不着药 梁姨就说买点雪梨 我翻了翻厨房 没找到冰糖 白糖 应该也可以吧 总比没有的强不是 冰糖雪梨对我来说 难度系数很小 因为从小看着我老爸煮了不少次 再加上老爸的亲自讲解 所以还算得心应手 我端着凹好的糖水上楼 轻轻敲响了富裕的门 静 大叔 你好点没 我给你煮了冰糖雪梨 我刚走近一些 就看到富裕满头大汗的躺在床上 眉心紧紧拧着 很难受的样子 我赶紧放下汤碗 你怎么了 他在发抖 他是不是冷 我摸了摸他的额头 好像更烫了 他把被褥捂得紧紧的 都汗湿了 这样怎么行 必须散散热 我把他的被褥扯开 打算给他换一个干爽的被子 你干什么 他微微睁开视线 虽然生着病 但依然有种不容智慧的气场 现在这一幕 就有种我要趁他病 要他人的画面感 他的眼神里有着询问 我居然莫名就心虚了 我帮你换被子 而且一直捂着不行的 给透透气 他还是不松手 我又扯了扯 你相信我 我从小一直就身体不好 这种感冒发烧经常的事 这点经验我还是有的 咳咳 他低咳了两声 哑着嗓说 我没穿衣服 没穿衣服 这么刺激 我往脚边一看 男人被汗湿的睡衣扔在地板上 那可不就是没穿衣服吗 我吓得赶紧松了手 你别误会 成人之危这种事我绝不会做的 富裕咳了声 艰难地撑着身子 我怕他胸口的被褥滑下来 还懂是地转过身去 你倒是想 那也要我行 他已靠在床头 伸手去取汤碗 我看他的样子不太行 我来吧 我转身 端起汤碗坐过去 摇起一勺送到他嘴边 富裕皱着眉 你确定这玩意儿能喝 我想给他一个大白眼 你都成什么样子了 还嫌弃我的汤 放心 死不了人 怕他不信 我张嘴喝了一勺 嘖嘖 好甜 糖是加多了 但不影响他的功效 我没给富裕嫌弃的机会 咬起 一勺强行塞进了他的嘴里 富裕猝不及防 连着咳嗽了好几声 你没事吧 我拍了拍他的后背 我不是故意占你便宜的 湿答答的后背 手感还这么好 下可乐 唉 富裕抬起沉重的眼皮 漆黑的瞳孔里 忽明忽暗 他舌尖轻掠过 嘴角溢出来的糖水 低声道 是很甜 我下次会改进的 我看了看手里的汤碗 那剩下的 你还喝吗 要不然我去重新煮一份 不用 富裕伸出手来 精壮的手臂线条 充满男性和耳蒙 他声音淡淡的说 我喝 可是真的太甜了 厚人 那既然他不嫌弃 那就给他吧 那我去给你找干净的衣服和被子 嗯 在更衣室里 我麻利的往更衣室跑 富裕喝完汤 自己换上睡衣 然后站在床尾认真地看着我铺床 那眼神 给我压力太大了 我给自己铺床都没这么认真过 铺好后 我期待地看着他 怎么不得给一个好评 夏可乐 你 这么看着我干什么 富裕不知是不是激动的 又连着咳嗽了几声 然后用一种 你还不走 想留下来 我都现在这样了 你还有心思想别的的眼神注视着我 我 我冤枉啊 我只想要一个五星好评而已 为了掩饰我的尴尬 我鼓了鼓塞帮子说 明天要上网课 可不可以借你电脑用一用 富裕已经在床边坐下了 在书房 我转身出门 听到有人按门铃 我心里一慌 难不成核酸结果出来了 我赶紧跑下楼 透过猫眼看出去 梁旭 他为什么在这里 梁旭见没人开门 一遍遍按着门铃 我却像只热锅上的蚂蚁 只想找个地方躲起来 怎么不开门 富裕站在楼梯上 我手脚比划着 小声说 是梁旭 他怎么在这 富裕淡定地走过来 眉眼淡淡地瞥了我一眼 他住隔壁 没跟你说过 我瞅目结舌 没听他提过啊 我正在愁着 富裕已经拉开了门吧 我吓得躲到门板后 用眼神瞪他 你怎么也不说一声 就开门 富裕眼尾 带着些鄙夷地扫了我 门板半开着 小舅舅 怎么这么久才开门 你照的钥匙 我不知道放哪儿去了 梁旭说着就要走进来 富裕将门板合了合 把他堵在门口 语气挺冷淡的 什么事 梁旭 进去再说 富裕一只手扶着门板不松 人就堵在入口处 就在门外说 梁旭诧异 还伸着脑袋往里面瞅了瞅 我进去一下怎么了 难不成小舅舅你进屋藏郊了 现在危险时期 工作人员说了 少跟外人接触 我怎么是外人呢 富裕皱眉 显然不耐烦了 他脸一沉 属于长辈的威严就出来了 气场超强 梁旭的声音明显乖了不少 我给你发信息了 你没回 没看到 我就是问问你照有没有感冒药 沐妍他好像有点发烧 沐妍在他家 我暗暗握紧了拳头 看来他对沐妍是真爱了 我以前发烧咳嗽 也没见他这么上心过 只会让我多喝热水 没有 富裕冷冷两字要关门 梁旭抵住门板 小舅舅我还没说完呢 富裕一点情面没给 捧得摔上了门 任由梁旭在外面又敲了半天 我总算松了口气 下一秒 听见富裕一声低吃 就这点胆量 还想做梁旭的小舅妈 我刚要抬头反驳 就迎上男人那张 似笑非笑的脸 当下呼吸一致 荷尔蒙瞬间飙升 我发誓 我当时脑子里一片空白 我的身体根本不受自己控制 我点起脚尖就想 去清他的嘴 相信我 我不色 是富裕他的眼神在勾引我 可下一秒 男人滚烫了手掌 就捂住了我的脸 缓缓将我推了开来 我 我懊悔地闭上了眼睛 我在干什么 而且现在重点不是我干了什么 而是我都这么主动了 富裕他居然 阻止了我 可能他不喜欢我这种小姑娘吧 呜呜呜呜 就挺挫败的 我失落地垂下了脑袋 男人的掌心 转而温柔地俯上我的脑袋 轻轻拍了拍 这动作 就很暧昧 我诧异地抬起毛子 正好对上富裕会 莫如深的童笛 他微微低头 泛雅的嗓音 有几分粘腻 感冒呢 不怕传染 我可能真的被鬼迷心窍了吧 反正就是此刻富裕身上 散发出了诱人的荷尔蒙气息 我的脑子里 晕晕呼呼地被牵着走 我的嘴巴说出了一句 惧不害臊的话 我要是说我不怕传染呢 说完 我就弱弱地低下了头 头顶一声低笑 洒了下来 那不然让你轻一下 我抬起闪闪发光的毛子 讲真的 耸归耸 但美色当前 我蠢蠢欲动 富裕见我 这一副没出息的模样 嘴角浅浅一扬 毛子眯起 还真想轻呢 小小年纪 有影 她是不是在暗示 我想亲她好几次了 我 我不是有影 我 我只是一个正常的青春期少女而已啊 富裕已经上楼去了 都没给我狡辩的机会 你说也奇了怪了 我跟梁旭在一起好几个月呢 怎么就没这种冲动呢 难不成 老男人会鼓 我去书房取了电脑 越想越觉得简直丢人丢大发了 在床上滚了好几圈也睡不着 闲来没事就打开了微信朋友圈 刷了没两条 看到梁旭发的朋友圈 谁有感冒药 我怎么忘扇她的微信了 她这是为沐妍在找感冒药吧 我刚要把她删掉 她的微信来了 你有感冒药吗 这是 群发 居然主动来招惹我 那就别怪我坏心眼 我回了两个字 有啊 梁旭缅回 真的 那你现在能帮我送过来吗 好家伙 这都几点了 我给你送过去 还是为你旧爱 监线女友送 怎么 不把前女友当人是吧 我戳着她的头像 准备把她删掉 可想了想 还是觉得火大 于是给她回了一个张学友的 经典表情包 然后 迅速删掉 手机一扔 我往床上一躺 沐妍比梁旭大好几岁呢 看梁旭这热情劲 被拿捏得死死的啊 不能想这事 越想越觉得不甘心 越不甘心吧 就越觉得拿下富裕迫在眉睫 我瞄了一眼富裕的电脑 她的电脑里 应该有一些她的生活习惯吧 比如 喜欢搜索什么 储存了些什么 了解她的爱好 不就能对症下药 我做贼似的打开她的电脑 她的电脑桌面低背景图 怎么是我 难道 大叔她 暗恋我 什么时候开始的 我刚认识她没多久吧 现在还在追求她的阶段 而且她对我忽远忽近的 也不像是暗恋我啊 不对 她第一次见我就知道我是梁旭女朋友 所以她早就认识我了 天啊 我好像发现了不得了的事情 难道我还是梁旭女朋友的时候 大叔她就已经 对我 情根深肿 难不成大叔她 在吊我 这一晚上 我满脑子江湖 一万种可能都设想过了 最后我决定 亲口证实这件 一大早 我听到外面有动静 就赶紧开门追出去 傅玉听到动静突然停住 我一脑门撞她后背上 她回头 梅梢挑了下 毛毛躁躁 干什么呢 哼 这高冷的语气 我得意的笑 一想到她可能每晚都要看着我的照片才能睡得着 我得意的继续笑 赋予眯眼看着我一直笑 不说话的样子 好像在看一个傻子 她抬手 叹了叹我的额头 没发烧啊 脑子坏了 哼 她在故意制造肢体接触 大叔好闷骚 但是 我好像有点喜欢 大叔 我问你啊 是不是在我认识你之前 你就已经认识我了 我养着高傲的头颅 我现在可是占据主导地位的人 富裕脸色淡淡 继续往楼下走 嗯 梁旭提过你 给我看过照片 照片 就是照片 我匆匆跟在她身后 像只春天里的花蝴蝶 自由飞舞 那你当时是不是觉得 这个女孩好漂亮好可爱 富裕接了一杯温水 似乎回忆了下 她仰头喝了半杯水 不记得了 这么冷淡 我围着她转圈圈 不记得了 那你还用我的照片做背景图 富裕微祸地蹴了下眉 逆着我的视线 渐渐献出几分恍然 下一秒 她唇角浅浅弯起 你是不是拿错电脑了 我 她的吃笑声带着几分无奈 书桌上的电脑是凉序的 放炸很久了 我的电脑 在书柜里 我迎上富裕严余的目光 简直无地自容 所以 你是以为我暗恋你 富裕偏偏还要拆穿我 我懊悔地鼓着腮帮子 是我想多了 我这才看到她今天状态不错 于是转移话题道 你感冒好了 富裕手被探在自己额头 不知道呢 你试下还烫不烫 我抬手探了 探 好像不烫了 富裕眼里嗡着点笑 我只想赶紧回房 于是转身上楼去 不高兴了 她在身后问 我没回头 没有 我干嘛不高兴 我的电脑在书柜里 记得别拿错 她提醒道 我呜了声 闷闷不乐地去书房找她的电脑 等我把电脑找出来 坐在书桌前 开机 富裕不知什么时候进来的 她站在我身后 一只手扶着椅背 俯身过来 右手落在我抓着鼠标的手背上 我浑身绷紧 看向脸侧 近在咫尺的绝美侧颜 她的视线盯着电脑桌面 手却带着我的手 移动鼠标 我的重要文件 都在这里 她点开地盘 点开一个名为 下的文件夹 当那些照片出现在我眼前时 我的呼吸停止了 富裕靠我耳边问 现在 有高兴一点吗 她打开的文件夹里 都是我的照片 这些照片我记得 是出去玩的时候 梁旭给我拍的 我的心跳碰碰碰的 你怎么有这些照片 富裕起身 大长腿往桌边一椅 就这样居高临下的淡淡 屁腻着我 梁旭用过我电脑 船上来后没有删除 我偷偷描她 那你现在是在承认 暗恋我 富裕没有及时回答 只是目光灼灼地盯着我 我的耳根子越发滚烫 我心圆一马 这层窗户只被捅破 对她的那点 小心思也被无限地放大 空气里的温度烫得 我微微发抖 富裕一把将我拉起来 我只觉得一阵天旋地转 她坐进了皮椅里 而我已经在她怀里 我感冒好了 锁 所以呢 我害羞地不敢抬眸 听见富裕说 闲着也是闲着 要不要练习一下 我不解地看她 练习 什么 她将我抵在桌边 低头稳住了我 我身子一软 眼前闪过一道道 绚烂的光芒 漫长的交缠 我仿佛在大海里浮浮沉沉 突然 门外传来 游远而近的说话声 我心里已经 刚要发自 本能地推开富裕 下一秒 已经有人扭动门 把推门进来 小舅舅 我来拿电脑上网课 梁旭 梁旭 手里转动的钥匙扣 也音声落地 她惊悚地看着我 俩 下可乐 你怎么在这 你跟小舅舅 你们 我还在富裕怀里 气息不稳地回头 看向门口 梁旭旁边 沐烟一脸惊愕地 正在原地 我一息发现她眼底 一闪而过的极度 梁旭显然被眼前 这番景象吓住了 也是 前女友跟自己的 小舅舅抱在一起 的确是挺让人 难以接受的 我赶紧从富裕身上起来 倒不是在意梁旭的心情 而是我还没有 在别人面前 腻歪地癖好 但我这一急迫的举动 倒让富裕眉梢淡淡地挑起 盯着我看了两眼 我隐约觉得 她不大高兴 下可乐 梁旭冲过来 难以置信地指着我 你 你为什么会在这里 你跟小舅舅是怎么回事 我悄悄瞥了眼 富裕 她稳如泰山地坐在皮衣里 正好整以暇地看着我 说实话 我是不太确定的 虽然唇半上还残留着她的温度 但稳是稳过了 可她还没说喜欢我呢 我们也还没明确地 确定男女朋友关系 可梁旭 这令人作呕的质问语气 把我给堵到照了 我只能是硬着头皮上 你管得着吗 梁旭怒气冲冲地瞪着我 下可乐 我没想到你是这种人 就因为记恨我 所以就来勾引我小舅舅 你恶心不恶心 我恶心 我被无语笑了 你跟我钱 舅妈抱在一起的时候 怎么不想着自己恶不恶心 那能一样吗 沐妍是我前女友 她根本不爱你舅舅 我们就情复然不是人之常情吗 逻辑满分 真觉 我由衷地竖起大拇指 恋爱期间出轨前女友 被你说成人之常情 那我跟你分手后 爱上你小舅舅 那不是天经地义 你 你虎脚蛮缠 梁旭估计是脑子不够用了 结结巴巴怒道 下可乐 你给我离小舅舅远一点 立刻给我走 梁旭指着门口的方向 赶我离开 我咬了咬后朝牙 沉默了下来 某种意义上来说 这里是她小舅舅的家 她的却有某种权利 让我滚蛋 说完了 坐在皮衣里的男人起身 抄都走到我身边 她脸色不明 但莫中斜着极许漫不经心 那道慵懒的视线 落在梁旭脸上 梁旭莫名就乖巧了几分 委屈地说 小舅舅 你怎么陪着夏可乐一起胡闹啊 胡闹 这是不是她对你死缠烂打 梁旭愤愤地瞪了我一眼 你放心 我现在就让她离开 以后保证不让她纠缠你 我想 该离开的是你们 傅玉视线 扫了对面两人 语气越发冷漠下来 这是我家 小舅舅 梁旭错愕地瞪着眼睛 傅玉伸手 眼神示意她把地上的钥匙捡起来 梁旭听话地捡起钥匙 慢慢放在她手里 傅玉顺手 就把钥匙甩给我 我猛了几秒 接过来 小舅舅 你把给我的钥匙 给她 梁旭无法接受 不明所以地 看向傅玉 傅玉眼违腻了她 以后没事少往我照跑 她捞起书桌上的电脑 扔给梁旭 一个眼神都没给 电脑拿走 从我眼前消失 小舅舅 你这是为了夏可乐 赶我走 梁旭整个人都崩溃了 抱着电脑一脸震惊 这时 在她身后的目颜小步走上前 梁旭 你别惹傅先生生气了 有什么话好好说吗 她拽了拽梁旭的衣袖 整个白莲花的姿态和语气 梁旭沉了沉气 闷闷地说 小舅舅 我刚才语气不好 对不起 是啊 傅先生 梁旭她只是担心你 目颜声音 柔柔的 一副善解人意 温柔可人的模样 夏可乐她是梁旭前女友 而且年纪又小 你跟她在一起 难免会惹人闲话的 富裕冷冷逆向她 我们家的事 似乎轮不到你多嘴 小舅舅 梁旭赶紧维护起女友来 沐妍是我女朋友 以后会是我的妻子 她当然是我们家的人 她只是关心你 你干嘛这么说她 富裕嘴角一抹冷笑 你想娶她 她未必会嫁你 到底要被玩弄几次 才能长点脑子 傅先生 你怎么说我没关系 但是我们 真的是为了你好 夏可乐 她只是想报复我和梁旭而已 目颜委屈地低着头 可每句话都在暗中诋毁我 我真的忍无可忍 刚要冲上去 我的腰支却被男人一把勾住 下一秒 人被拽回了她的怀里 梁旭看到富裕如此轻易的举动 瞠目道 小舅舅 难道你 富裕低头看我 语气宠腻道 介绍一下 这是我女朋友 夏可乐 我威亚地仰头看她 你们 你们 梁旭气得说不出话来 我从富裕的眼里 看到了满满的偏爱 顿时心中充满了底气 我眼尾腻向梁旭 听见没 我是你小舅妈 梁旭的脸一阵青一阵白 张着嘴巴半天说不出话来 最后气得扭头走了 沐妍看了看富裕 欲言又止 紧接着小碎步匆匆跟着梁旭离开了 她看富裕那一眼 作为女人的第六感 我感觉有点猫腻 大叔 沐妍她该不会 对你有想法吧 我好奇地问 富裕眉眼淡淡 似乎懒得回答这个问题 倒是眯着眼也遇到 那 岂不是更让你对我是在必得 我明白她的意思 她觉得我是因为梁旭才接近她的 我搂住她的后腰 仰着脸坏坏道 你这是对自己的魅力没有信心吗 富裕挑眉 不置可否 等我继续说 我故意使唤 捏了捏她腰间的筋肉 大叔 虽然你年纪大 但是你身材好呀 下可乐 你再乱摸 可就出事了 她抓住我不安分的小手 眼神深邃 满是警告 大叔不仅身材好 体力也很棒 我脸一红 浑身燥热起来 想抽回手 她眉松 看到我眼里的慌张 她轻声痴笑 又耸又爱聊 我被她取笑了 脸红的把她推出了书房 我待会儿要上网课了 她站在门口 吻得像堵墙 早餐 想吃什么 随便 行 我把门关上 贴着门板 听到她走远的声音 这才摸了摸自己滚烫的脸 呼 我独自冷静了会儿 打开电脑开始上网课 听着有些犯困 我就跟李小薇发微信聊天 李小薇跟我吐槽 听说那个沐妍比梁旭大几岁呢 是梁旭她小舅舅公司的员工 小到消息啊 据说沐妍刚开始看上的是梁旭她小舅舅 可谁知道人家看不上她 后来那个沐妍就对梁旭下手了 哦呦 沐妍果然对富裕有心思 我来了兴趣 那后来呢 李小薇给我发了一串八卦文字 后来据说沐妍想跟梁旭结婚 被梁旭她小舅舅阻止了 沐妍就已分手逼迫梁旭就范 可谁知道梁旭贼听她小舅舅的话 真就弄巧成捉地分了 这还是富裕棒打鸳鸯了 所以后来沐妍就嫁给了我舅舅 可谁知道 居然会那么巧合的 再见到当时身为我男朋友的梁旭 两人就情复然 可刚才沐妍看富裕的眼神 明显是心思不纯 这时还没对富裕死心呢 听富裕的意思 这梁旭八成事被玩弄了 管她呢 活该 我的心情好了不少 渣男被渣女玩弄感情 这多带劲啊 我愉快地继续听课 富裕推门进来 端着热腾腾的米粥 还准备了几样小菜 放到我面前的桌上来 别说 正饿了 我迫不及待地大口吃了起来 富裕拎着椅子往旁边一坐 一只手抵着脸侧 没眼含笑地看着我 慢点吃 没人跟你抢 我满足地笑 大叔 我以后每天都能享受这种待遇吗 富裕第一笑了声 结婚前实时比较困难 你家离我照有点距离 不过结婚后 可以 结婚 她都想这么远了 我心里还挺高兴的 但嘴上却小声道 谁要跟你结婚啊 富裕眸子沉了沉 缓缓道 不结婚 想白吃 她说的肯定是吃饭 但我心思不纯 想东想西了 我眼尾掉了掉 嘟嘟嚷嚷道 才不是 富裕伸手 替我是去嘴角的米粥 眸光浅浅的 右脸红什么 我真想找个地洞钻进去 手机微信还一直在想 肯定是李小薇给我发微信了 我顺手捞起手机点开 随手一划 好家伙 李小薇连着发了十几条 关麦 我惊恶地缓缓看向电脑 与此同时 李小薇的语音通话 拨了过来 我手一抖点了接听 李小薇爆炸般的音量响彻 整个书房 夏可乐 你他娘的没关麦 那个男人是谁啊 所有人都听着呢 你玩了你 我 我第一次上网课 忘记关麦了 呜呜呜呜 我崩溃地看向富裕 富裕迅速起身关了电脑 我射死了 接下来好几天 听网课我全程装死 可关于我网课上 跟男人调情的事 还是传得沸沸扬扬 我不敢去看那些 关于我的评论 眼不见心不凡 可 我现男友是梁旭小舅舅的事 不知是从哪传了出来 李小薇给我发微信说了这事 然后好心劝道 你别听他们胡说八道 他们就是看热闹不嫌事大 你别不开心了 我呜了声 没再多说什么 可我还是没忍住 去翻了翻那些评论 看得越多 心里越烦 当时想要追富裕 第一 是他的确很帅 很吸引我 第二 也的确是为了报复梁旭的成分更多 说白了 一时冲动 现在看看这些嘲笑声 一个现实的问题摆在我眼前 傅玉是梁旭的小舅舅 比我大八岁 好像的确挺那什么的 以后要是真一起走出去 还不知道要受多少指指点点 这几天我跟傅玉同在一个屋檐下 也明显感觉自己好像有点逃避 有好几次 傅玉目光沉沉的锁着我 我却只敢低着头借口逃走 傅玉可能也一肚子火气了吧 我心里有点迷茫 有点动摇 结束网课后 我想下楼去找点吃的 楼下客厅里 沐妍正拦在傅玉面前 情绪激动的喊着 你觉得你们可能吗 傅玉 你都三十的人了 他才多大 他在你这只不过就是个小孩 我不一样 我们年龄合适 而且我一直很爱你 你是知道的 你为什么看都不看我一眼 我比那个夏可乐差在哪 他在我这 的确是个孩子 傅玉好像在用手机发信息 发完 他音色冷冷到 我就愿意宠着一个小孩 要你多什么话 傅玉表情冷漠 摊开手掌 你从哪弄来的钥匙 交出来 沐妍咬着牙 不甘心地的眼眶泛红 傅玉立声冷到 浇出来 沐妍的眼泪掉了下来 纷纷地看着他 将钥匙拍在他手里 转身就朝门口走去 可半路又突然返回 恶狠狠地对着傅玉说 你别想摆脱我 既然当不成你的女人 那我就嫁给梁旭 这辈子我赖定你了 他的话刚说完 门口 梁旭站在那里 一脸的震恶 目颜惊恐地看过去 梁旭 许是没想到梁旭会过来 他又慌张看向傅玉 傅玉把玩着手掌里的手机 漫不经心地抬了下眸 正好对上我的视线 他断了下 视线没从我身上移开 门口 梁旭的表情渐渐暗淡下去 有抹伤痕一掠而过 他自嘲地笑了声 我真傻 之前小舅舅跟我说 你根本不爱我 让我跟你分手 我还对你愧疚过 这一次重逢 我以为我终于有机会 可以弥补你了 却没想到 你只是把我当傻子 如果不是小舅舅 刚才发信息给我 让我亲眼看见你的真面目 你是不是要玩弄我的感情 一辈子 梁旭 不是你看到的这样 你听我解释 你别碰我 沐妍冲过去想解释 但梁旭却避开了 他一脸受伤地看着他 我们分手吧 说完 他就回隔壁去了 沐妍赶紧追了过去 傅玉走过去关门 将那些吵闹声都关在门外 他回眸朝我看过来 这一次我没有回避他的眼神 我们互相朝对方走近 停在彼此面前 你为什么不喜欢沐妍啊 我为什么要喜欢他 他漂亮 身材好 跟你年纪合适 又那么爱你 我一眨不眨地看着他问 富玉眉心微醋 我说不清他是不高兴 还是什么别的情绪 片刻 他低声道 你比他漂亮 比他身材好 又比他年轻 我觉得你样样都比他好 正常男人都会选择你 而且 他从来不在我的选择范围内 富玉目光灼灼 烫得我无处可藏 下可乐 我三十岁了 见过多少女人 我要是真想随便选一个 可能二十岁就结婚了 还能得到你现在来泡我 什么 泡啊 这词多难听啊 喝 他觉得有意思地笑了声 那不是泡是什么 难不成你真情实感地喜欢我 我垂着眸 没正面回答 只是满是醋味地说道 我当然不如沐沿 那么喜欢你了 下可乐 他很严肃地喊我的名字 脸上也写满了不高兴 他的声音又低又哑 像是刻意蛊惑 我 我不是什么垃圾的爱都会要的 你有时间再照吃飞醋 还不如想想 怎么彻底吃定我 他靠得太近了 我有点热 我脸红了 一直低着脑袋 感觉他的目光灼热地盯着我 我弱弱地问 怎么才能吃定你啊 他的声音就在我头顶 聊得我头皮发麻 你试试看 我小心翼翼抬起眸子 大叔 嗯 我好像真的很喜欢你 富裕眸里一空 渐渐地 有效益 一点一点附上黑铜 这不 已经吃定我了 完蛋了 我真的好喜欢他 我喜欢他 管他是谁的小舅舅 管他比我大几岁呢 想明白这一点 我好像变得无比坦然起来 我想亲他的时候 就点起脚尖去亲他 当然 后来总会变成他占据主导权 有好几次 我已经把持不住地想要扑倒他 最后都是他守住底线地推开我 有一天夜里大暴雨 轰隆的雷声 似乎要炸碎窗户 我从梦中惊醒 抱起枕头 就朝富裕的房间跑 咚咚咚地敲了两三下门 他第一时间开了门 我吓得扑进他怀里 浑身还在剧烈地发抖 我可不可以跟你一起睡 我从小就怕打雷 因为我妈去世的那天 就是这样的雷雨天气 那时候我还小 那一夜留给我的阴影 在往后的十几年里 犹如噩梦般挥之不去 在家的时候 我爸会第一时间跑去保护我 在这里 我只有傅玉 好 他轻拍着我的后背给我安慰 宽厚的胸膛将我严严实实地裹在怀里 傅玉抱着我在床上躺下 替我盖上被子 就在旁边看着我 他明明也很困的样子 但却让我先睡 你睡着了 我再睡 别怕 我点头 我还住他的窄腰钻进了他的怀里 听着他的心跳声安心入眠 第二天雨停了 我睁开心切的双眸 看到静在眼前的这张俊颜 他的怀抱好温暖 原来清晨醒来 第一眼能看到喜欢的人 是这样幸福的感觉 傅玉睁开眼睛 长截下的双眸泛着疲惫 醒了 嗯 我双手捏了捏他的脸颊 有点心疼的说 害你一晚上没睡好吧 傅玉的大手抓住我的两只小手 不让我乱动 嗓音还带着刚醒的 慵懒 嗯 都是你害的 我愧疚的说 不好意思啊 我害怕打雷 不是故意朝你睡觉的 我说的是 你睡在我旁边 我怎么睡得着 他的眼底充满侵略性 我听着他说的话 脑子里面闪过了几百种 哨而不已的画面 傅玉只是抱着我亲了好久 然后放开我 你先起吧 我再睡会儿 待会儿起来给你做饭 我说好 回房间去换衣服 我爸昨晚给我发了好多条信息 还打了电话 我点开来看 无非都是些担心的话 我赶紧给他回了电话 他在对面急得要崩溃了 你不回短信不接电话 吓得我都准备报警了 我没听见 我没事 你别麻烦警察叔叔了 下次不准这样了 我爸松了口气 我听见他在对面跟人家说 警察同志 我闺女找着了 麻烦你们了 这一大早 人已经到派出所了 我爸在对面气呼呼地说 你把你现在住那的地址发给我 还有你朋友的联系方式 你这钥匙不见了 我都不知道找谁去 地址 联系方式 我 我总不能把富裕的给他吧 要是他知道 我跟一个男人同居了这么多天 那真是要翻了天了 我敷衍道 老爸 不会有下次了 还有我马上要上网课 来不及了 有时间再说啊 我忙不迭地挂了电话 去洗漱 准备今天的网课 楼下 有人敲门 我跑下去开门 可乐 梁旭站在门外 脸色憔悴 我们聊聊 我做事就要关门 我跟你有什么好聊的 梁旭抵住门板 甚至逼了进来 他一把抓住我的手 我本能心地觉得恶心 你就不怕沐妍出来看见 我跟他已经彻底分手了 他已经走了 走了 小区今天刚解封 他就走了 我就赶紧过来找你了 小区解封了 没听富裕说啊 梁旭情绪激动地说 我错了 一切都是我的错 可乐 是我对不起你 我不想你为了我委屈你自己 如果 如果你不嫌弃 我们复合吧 看着他一脸悔不当初的模样 我只觉得可笑 我用力抽回自己的手 别碰我 我嫌脏 梁旭脸色一僵 又露出可怜的神色来 可乐 我知道你说的是气话 你放不下我 否则你也不会极端到来 勾搭我 小舅舅是不是 我没忍住冷笑了声 梁旭 我承认 我刚开始接近富裕 的确是为了报复你 但有一点你别误会啊 我不是因为放不下你才报复你 我就纯粹是因为气不过 你要是只被看了我一个人 那也就算了 可你跟沐妍一起欺负了我 跟我免救 这一点我忍不了 对不起 至于什么放不下你 呵 梁旭 你可能忘了吧 当初是你死皮赖脸的追着我 我见你这人还算善良才答应交往事事的 虽然我当初的确是瞎了眼 可乐 你怎么骂我都可以 我现在只想补偿你 梁旭想要拉我的手 我及时避开 出声警告 请你不要动手动脚 我现在是有男朋友的人 听到男朋友三个字 梁旭再次僵住了脸 下可乐 你真打算跟我小舅舅在一起 我最后一次提醒你 我微微一笑 字字清晰 以后见着我 叫小舅妈 别没大没小的叫我名字 别逼我跟你小舅舅告状说 你目无尊长 梁旭是被我气走的 我那个解气啊 原地蹦了三尺高 可我一回头 看到傅玉已在楼梯扶寿上 她什么时候下来的 我心情聚好地冲过去 搂着她的手臂一阵撒娇 你醒啦 今天早餐你想吃什么 我给你做 傅玉脸色不明 眼尾落过来 心情挺好 嗯 我情绪高涨 撸起袖子就准备去厨房开干 傅玉把我的后衣领拽回去 垂眸盯着我的脸 没看出来我心情不好 我错愕地看着她 你为什么心情不好 她眯眸 气场更暗 你说呢 我仔细回想了下 恍然大悟 她该不会是听见刚才我跟梁旭说的话 所以不高兴了 我赶紧解释 我刚开始接近 你的却是为了报复梁旭 可我后来 后来被你的魅力折服 爱你爱到无法自拔 富裕无声 吃笑 无法自拔 嗯 你敢不敢再夸张点 我挤上一脸讨好的笑 抱着她的手臂一阵摇 别管夸不夸张 管用就行 你敢说你的心情没有好一点 富裕挑眉 应该是被我说中心思了 没有否认 倒是哼了声 哄人倒是挺有一套 难不成前男友交得好 我知乎冤枉 我可没哄过她啊 我的第一次给你了 话必 我挣住 富裕也看着我 我 说什么第一次 我尴尬的直挠头 转身就想逃 我去给你做早餐 富裕拽着我的后衣领 大长腿已经迈下楼梯 只留下一句说不轻视宠宁 还是嫌弃的话 还是我来吧 你做的饭 我不敢吃 我骂道 那你就做一辈子饭吧 休想让姑奶奶再有下厨房的念头 我吃完早餐 去上网课 结束后我问富裕 听说小区解封了 你怎么也没跟我说 今天刚解封 富裕和尚杂志 你要走 我点头 再不回去 我爸要急疯了 富裕也微微汗手 沉思片刻 说道 待会儿送你回去 我感觉 他好像有点舍不得我走 下午 他开车送我回去前 带我去吃了一顿大餐 吃完问我要不要看电影 给我买了奶茶 爆米花 看完电影后 他问我 接下来 还有什么可以干 我皱了皱眉 大叔 我们以后又不是不见了 怎么搞得好像生离死别一样 他笑 不知道你们年轻人谈恋爱都做些什么 怕你觉得跟大叔谈恋爱无趣 不会啊 我觉得跟你在一起 就挺开心了 他有这份心 我真觉得挺开心的 但又怕他压力太大 便说道 你不用顾虑我的年纪 大叔你有的 那些年轻男人比不上 富裕挑着浅浅的弧度 这点自信 我还是有的 哼 不要脸 后来 他把我送到家门口 待了十几分钟 还没有要离开的意思 我下车了 我再一次说道 他的手指敲打着方向盘 不知在琢磨什么 在我解开安全带准备推开车门的时候 他伸手拉住我 我不解的回头 大叔 我真的要回去了 太晚了 谁知下一秒 富裕突然俯身过来 瞬间将我困在了副驾驶上 我紧张得不敢出声 他在轻下来的时候低声道 告别吻 我的身子顿时软得像一滩水 一直回到家 我都还晕乎乎的 上楼站在阳台上 看他依旧待了很久 我给他发信息 你快回去吧 他给我回 嗯 走了 我目送他开车走远 在房间里兴奋地转圈圈 感觉到处都飘满了粉红泡泡 什么是这么高兴 我爸不知道什么时候站在门口 一脸狐疑地看着我 我一秒恢复正经 爸 你怎么也不出声啊 我爸走到阳台 往下看了看 我没出声 是你太投入了吧 我刚才听梁姨说 有人开车送你回来的 什么人啊 你回来招呼都没跟我打 就跑楼上来了 看谁呢 没谁 我往床上一趴 继续给富裕发短信 到家告诉我一声 富与回 好的 女朋友 我忍不住嘴角上扬 我爸跟福尔摩斯一样 冲过来 你不对劲 你老实交代 你是不是又谈恋爱了 你别问了 我不想跟他说 因为我还没想好 要怎么介绍大叔的身份 我把我爸推出去 然后去洗澡准备睡觉 莫过几天 我回学校上课 不管走到哪 总能看到有人对我指指点点 李小薇搂紧我的胳膊 别管他们 我也不想在意别人的目光 但要做到这一点 真是太难了 流言蜚语对我多多少少产生了影响 但是 当我看见富裕的时候 这些就都变得不重要了 我们会在节假日 窝在一起一整天 一直到很晚 他才会送我回家 每次分开 我都想着 下一次见面 能不能快点到来 听我爸说 沐妍又回去找我舅舅了 说什么 自己错得很离谱 能不能再给他一次机会 听说我舅舅 送了他三个字 给我滚 我忍不住要为舅舅拍手叫好 可这是没完 这天 沐妍居然找上门来 他对我爸说 你应该还不知道吧 你女儿为了报复梁旭 跟他小舅舅搞到一起了 我瞠目看向他 沐妍得意地对我冷笑 我爸脸色也陡然变了 半信半疑地看向我 可乐 他说的什么意思 我爸的反应 正中沐妍的诡计 他这是摆明了要鱼死网破 请你滚出去 我冷声下了逐克令 然后没给他反应的机会 拽着他的袖子将他扔了出去 沐妍还在门口骂了好一会儿 而客厅里 我跟我爸都陷入了沉默 直到我爸再次问我 梁旭 他小舅舅 沐妍说的是真的 我咬着唇瓣 点头 我爸秉析看着我 气氛瞬间凝固到冰点 我还是第一次见我爸 这么严肃的模样 爸 不是你想的那样 富裕他虽然是梁旭的小舅舅 但他不老 也就比我大八岁 我试图解释 但我爸却脸色更黑 以后不准再见他 爸 我慌了 你都没见过他 干嘛就直接下了封杀令 他人很好的 对我也好 他对你再好 也是梁旭的舅舅 我爸立声道 而且比你大八岁 你知道八岁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他见过的女人 数不胜数 他为什么会选你 他不过是觉得新鲜 想玩玩而已 你都没见过他 凭什么这么说他 我爸的眼眶渐渐泛红 好半天才哽咽到 闺女 爸爸把你养这么大 不是为了让你被别的男人欺负的 你那么小就没了妈妈 老爸就怕你过得不幸福 所以什么都想给你最好的 现在你长大了 你让老爸怎么眼睁睁看你跟那样一个老男人在一起 我也一下子哽咽了 视线模糊地说道 我没觉得自己不幸福 虽然我没妈妈 但我有全世界最好的爸爸 我爸眼泪掉下来 我又说 爸 你见一见富裕吧 你见到他就知道他有多好了 富裕见我爸这天 我居然从他脸上看出了几分紧张 他拎着大包小包的礼物走进家门 对着我爸叫了声 叔叔 我爸冷淡地瞥了他一眼 将他上上下下打量了一遍 我小声他我爸耳边问 怎么样 帅吧 我爸给了我一个白眼 可能是嫌我多话 也可能是嫌我肤浅 得 我闭嘴 我爸眼神示意 富裕把礼物扔地上就行 这态度 就特别不厚的 你就算想拿捏 也不用这么个态度吧 这下马威给的 富裕也不气恼 扯了下唇角 将礼物放在一旁 我赶紧拉着他在沙发上坐下 讲真的 我从没见过我爸这么做做过 身板做的笔直 手里端着一杯茶 在那儿品啊品的 我嘴角直抽搐 就挺装模作样的 我想笑 我爸一个冷眼射过来 我咳了咳 好好好 我配合 听可乐说 你今年三十了 我爸开问 富裕点头 是 我爸抿了口茶 没烧挑在那儿 那你叫我叔叔不合适 我今年才四十出头 你叫我一声大哥 不过分 富裕可能也没想到 我爸是这种奇葩 他看了看我 我对他使了个眼色 我爸就这样 你多担带点 富裕给我回了一个眼神 行 我爸瞄了瞄我俩 给了我一个不争气的眼神 又继续问富裕 你谈过几次恋爱 富裕坐直了身子 实不相瞒 这些年忙着事业 没什么心思谈感情 可乐应该算是我初恋 我爸发出虎水那的吃笑声 别说我爸 我都不信 我小生说道 大叔 你没必要为了应付我爸撒谎 富裕看着我俩 表情十分认真 我说的是真的 我18岁就已经带着良续了 平时也没什么时间谈感情 现在良续成年了 我的年纪也到了 正好又遇到了可乐 所以你是年纪到了 想找个人结婚 我爸打断他的话 富裕直觉这话里有陷阱 沉思片刻 说道 叔叔 我不是想找个人结婚 我是想跟可乐结婚 可乐大学还没毕业 还这么年轻 我不会同意他嫁给你 我可以等 好 如果你能等到可乐28岁 我就答应把他嫁给你 我爸好像挖好了陷阱在这等着呢 爸 可以 我觉得我爸太瞒 不讲理 抢人所难了 刚要出声抱怨几句 富裕却握紧了我的手 开口答应 他干嘛答应这种霸王条款啊 我在我爸和富裕之间 左也不是右也不是 但因为富裕爽快答应 我爸的脸色显然轻松了很多 吃完饭 我一肚子怨气地问我爸 你干嘛为难他啊 你让他等到我28岁 那他那时候都多大年纪了 我爸一脸怒其不争地说道 你懂什么 男人嘴上说得好听 能真心真意 对你始终如初的有几个 他要是真能等到你28岁 那我就把你嫁给他 我知道他说的有道理 但就是觉得这对大叔很不公平 所以送富裕离开的时候 我也问他了 等我28岁 你都36了 你真等的了吗 富裕垂谋 看我 我只怕你到时候嫌我太老 不愿意嫁了 我仰起脖子 我才不会 你就算80岁 我也要嫁给你 那时候 我已经是老头了 反正你永远比我大8岁而已 那时候 我也是老太太了 富裕盯着我看了片刻 笑了 他笑起来 真好看 有了我爸的允许 我跟富裕的男女朋友关系 变得光明正大 他会在节假日的时候 去学校接我 当他往车前一椅 一身西装革履 戴着墨镜 手里捧着一束鲜花 站在校门口时 那股成熟男人独有的气质 是大学里那些学长学弟 永远比不上的 当然 也更能迅速吸引小姑娘们的目光 每当这种时候 我都觉得阳光洒在他身上 都不及他本人万分之一耀眼 刚开始 还会有女生上前要微信 富裕永远是一句话 有女朋友了 后来 所有人都知道 那个帅的要人命的大叔 又来接他女朋友了 他女朋友 是夏可乐 渐渐的 关于我的那些流言蜚语 从刚开始的 听说梁旭的旧爱是夏可乐他旧妈 两人旧情复然又在一起了 大家都听说了吧 夏可乐上网课跟男人调情 而且调情的男人 居然是梁旭的小舅舅 卧槽啊 这女人真是震碎我的三观 夏可乐怎么还有脸来学校上课啊 我要是他 我干脆挖个地洞躲起来 怎么还有脸出现啊 到后来变成了 听说了吗 那个沐妍跟梁旭分手了 听说是因为他喜欢梁旭他小舅舅 这这这 我简直开了眼了 等等 那夏可乐岂不是食物链顶端的人 那可不 主要是梁旭他小舅舅也太帅了吧 要是我 我也选小舅舅啊 大叔又来接夏可乐了 还送花 果然还是大叔会啊 我朝着站在那里的富裕冲了过去 飞身一跃 富裕一只手捧花 一只手托住我的屁股 将我牢牢锁在腰间 他皱了皱眉 陈桑说心疼心疼我这老妖好不好 我搂住他的脖子 大叔 就算你不行 我也不会嫌弃你的 富裕咪眸 先把花扔进后座 又把我扔进副驾驶 他俯身过来给我系安全带 薄唇擦过我的耳朵 今天哪儿也不去 回家 我说 现在求饶 还来得及吗 后来 梁旭找富裕丹挑了一场 以梁旭鼻青脸肿 躺在地上爬不起来结束 梁旭躺在那儿哭嚎 小舅舅你欺负我 夏可乐是我前女友 你这让我以后怎么跟她相处啊 富裕将袖口放下来 慢条丝里地扣上扣子 淡淡屁腻着脚边的手下败将 叫小舅妈 我在场边手舞足蹈 听见没 叫小舅妈 梁旭被我俩气地挖挖哭出声来 富裕走向我 从我手里接过西装外套 牵起我的手带我离开 我忍不住问她 大叔 当初明知道我是梁旭女朋友 你还对我动心思 你没有觉得这样不应该吗 富裕停下 视线定定地看着我 说 是我先看见你的 然后 我从富裕嘴里得知了最初的最初 原来有一次富裕去学校接梁旭 见过我 她说那时候她坐在车里 看到一个长得特漂亮的小姑娘 从她车前经过 她往车里看了一眼 那一眼 看得她心里痒痒的 梁旭钻进车里对她说 小舅舅 你看见刚才路过的那个女生没 好漂亮啊 我想追她 富裕说她当时抽了一根烟 没说话 但心里跟猫脑似的 说不清是什么滋味 我问她 那你怎么没有先追我 富裕看着我 轻轻地笑道 小姑娘太年轻了 怕吓找你 所以我说要追你的时候 你其实心里偷着乐呢吧 我好像破算计了 富裕眯着视线 当时在想 你应该是逃不掉了 我先带你 你 我来 感谢观看